梅西在完成了自己迈阿密国际的亮相活动之后 也即将上演自己的首秀 而迈阿密国际方面也是官宣了梅西将会在对阵墨西哥蓝十字的比赛中上演自己的美直连首场比赛 而这次的比赛 梅西也将胡带着阿尔巴还有布斯克茨一起上场比赛 所以本场比赛的看点还是相当充足的 而本场比赛的球票也直接被一抢而空 到目前为止 二手平台上的价格 居然直接炒到了11万美元 还有无数热情的球迷从其他地方开车赶到迈阿密 想要看到梅西的首场比赛 可以说梅西的人气和热度也堪称到达了顶峰 而梅西也相当满意 自己来到美国后还是得到了这里球迷疯狂的追逐和喜爱 这里的球迷也要比巴黎球迷和谐友善得多 梅西在大巴黎效力的第一个赛季就出现了过被球迷在看台上辱骂的情况 当时是大巴黎在欧冠比赛中输给了黄马 随后梅西和内玛尔都遭到了攻击 而如今梅西走人了后 大巴黎也是后悔了 球队粉丝数量少了800万 并且商业赞助 还有比赛关注度上也都是大幅度下滑 大巴黎未来也将会失去热度 恢复到当年的普通法甲球队的热度了 而梅西在美直连首秀的热度确实是盖过了C罗 在去年世界杯结束后 C罗是加盟了利亚德胜利 但当时C罗前往了沙特后 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关注度 球衣销量也只有10万件 当时球迷在首秀比赛中的门票也并没有进行热炒 可能和两个国家的体育氛围有关系 沙特的体育联赛球迷热情 还是没有美国球迷对于体育的狂热喜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梅西世界杯夺冠后 确实在足探地位上领先了C罗不少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